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和大家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官媒美联社眼中的中法欧领导人峰会 咱们从美联社的视角看一看中法都谈了什么中法欧未来将走向何方 那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乐于见到中法欧越走越近呢还是怎样 那我相信大家知道美国人心中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他报道出来的中法欧领导人峰会又有什么样一些特别的内容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啊 美国眼中的中法欧领导人峰会啊 美国人到底怎么想 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呀 在这一次啊中法欧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 美国所能够影响的一些海外媒体啊 那种报道的方式啊 特别的有意思 总而言之就是四个字剑拔的弩张 然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要访问欧洲了 要跟法国的领导人见面了 然后啊欧洲必然要跟中国拼命 你从美国影响的海外媒体所报道的新闻里边 你能够得到这种特别直接的一种感受啊 不然就是啊这个新东原汽车的补贴啊 不然就是啊这个中俄关系 俄罗斯乌克兰啊 这个战争冲突 然后的话啊欧洲人要对着中国人施压了 不得了了出大问题了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啊 那就是关于人权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法国人必然要对着中国施压了 然后啊这一次中法欧领导人峰会啊 看起来乌云的密布啊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法国的官媒啊 法新社啊 这个法国的官媒啊 法广对于啊 这次中法欧领导人峰会报道的这个 这个角度特别的有意思啊 比如说啊 还都牵扯到了啊 这个中国法国这个历史上的友谊啊 远远的流长 对不对 中法友谊这都不得了了 从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开始算 一直啊 一直延伸到中国当时是啊 这个康熙大帝时期啊 总而言之啊 路易十四康熙大帝 这个神王已久 想要互相的交往 突破了种种的困难 遇到了种种的困难 不容易啊 走到了今天 中法看起来 这个双手要握到了一起啊 总而言之吧 法国的官媒报道的这个感受啊 给大家这个感觉又有点啊 不一样 总而言之 大家能够看到美国人眼中的 那个中法欧领导人峰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总而言之啊 是不是有点酸溜溜的 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啊 不管怎么说啊 咱们今天看一看啊 有点酸溜溜的美国人 他眼中的中法欧峰会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果 那未来中国跟法国 中国跟欧洲将要走向何方 从这种酸溜溜的视角 咱们来看一看 对不对 能走到哪去呢 首先啊 跟大家聊一下美联社 对于啊 这次中法欧峰会 他报道的这个角度啊 有点有意思的一些地方啊 然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啊 这个中法欧领导人峰会 重点的啊 那个方向啊 咱们先聊有意思的地方啊 这个美联社啊 引述了这个马克龙的这个话啊 他称啊 马克龙说啊 这个随着啊 中美 中欧中关系面临挑战 我们正处于啊 我们历史的转折点 法国人啊 这个原话我也不会说啊 这法语有点难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如果换成中国人都能够听明白的一句话 大家大家听听啊 有没有点那个味道啊 就是那个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味道啊 那对于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所讲出来的啊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法国人是否是认同 为什么我要把这一句话要放在前面来讲 对不对 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放在前面来讲啊 这个马克龙所说啊 我们正处于我们历史的转折点 中国人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啊 单独拎出来讲 为什么大家想想这个世界 无论是在中国人还是法国人眼中 都处于一个变局当中 历史的转折点当中啊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从这一句话 大家能够想到什么 看到什么 啊 对不对 这个世界怎么就变局了 怎么就转折了 之前的世界到底什么样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引述一下 美国总统的啊 这个国安顾问 然后沙利文曾经讲过的话嘛 现在这个时代 那就是后美国时代嘛 为什么会是后美国时代呢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是啊 这个变局 现在是这个历史的转折点 归根结底 以前的这个啊 世界的最主流的那个方向 发生了改变 之前这个世界最主流 那个方向是什么 美国一超独强嘛 对不对 这个事实 我相信很多同学 不能够忽视了吧 无论是美国的国安顾问 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还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都讲过一样的话 美国影响力正在往下 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大家提醒一下各位啊 大家真的是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海外中文舆论圈啊 然后对于这个事实 我估计啊 能够正视起来的人 并没有多少啊 但是你看 这是最世界上最主流的新闻 所报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这些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国家的一些领导人 马克龙嘛 法国的总统嘛 所说出来的话 能够让大家看到什么呢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改变 未来往哪个方去发展呢 大家慢慢来找啊 哪怕是美国的官媒美联社 他也得把马克龙所讲的这个话 放在前面来给大家看吧 这个我们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然后呢 他这个美联社啊 又讲了一些细节的一些内容啊 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美联社指出啊 这个马克龙啊 是这个欧洲啊 经济主权的强力倡导者啊 他在会谈中 也就中国对法国的葡萄酒 以及其他欧洲的白兰地啊 展开的反倾销调查 以及啊 这个法中两国 针对法国化妆品 及其他商品发生的争议 表达了关切 美联社啊 这股子啊 有点酸酸的这个味道出来了 然后总而言之啊 法国人向中国人提要求了 关于啊 这个什么 这个法国的这个葡萄酒 还有欧洲其他都国家的白兰地啊 法国的化妆品 像中国是呀 你不要再给我搞什么贸易的这个调查 对不对 你这样做不对 你中国得改回来 为什么会出现啊 关于啊 这个葡萄酒啊 化妆品等等等等 就这些新闻出来 归根结底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欧盟吗 哈哈 才是最有益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一次啊 是中法欧领导人峰会 旁边还正 还坐着一个冯德莱恩 你看似啊 这马克龙说的啊 是法国的这个葡萄酒啊 这个这个白兰地啊 化妆品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说的看起来是对中国人说 那次我 我要是冯德莱恩 我在我在当当当场啊 我做都做不住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中国要做这种事 不就是因为你欧盟搞事情吗 什么这个中国的钢铁呀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呀 对不对 什么反补贴的这个调查呀 加征关税呀 中国的风力发电的设备 这不都是你欧洲人干的吗 欧盟干的吗 对不对 了点 你看似啊 这马克龙真的是啊 把这些事提出来了 说的啊 好像是对中国人说 对不对 怎么在一巴掌打到了 福德莱恩脸上啊 对不对 大家慢慢去想 其实啊 像什么葡萄酒啊 化妆品啊 白兰地啊 这些东西啊 整个你加起来 他的贸易额不大 但是马克龙为什么要提呢 然后其实啊 这个美联社也提到了 另外一句话呀 马克龙所讲的啊 马克龙啊 这个之前谴责了 中国和美国的一些贸易手段 就是贸易和保护和补贴 也就是啊 贸易保护主义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只是指点中国一间呢 为什么要把美国人点出来呢 对不对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法国人 法国人是把这个事情啊 给抬到了台面之上啊 无论是美国的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 还是通胀削减法案 归根结底都是对于芯片制造业 和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新能源行业的啊 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嘛 总而言之啊 你美国人怎么搞 那我欧洲人自然要选择这个自主性啊 那我这个啊 这个马克龙啊 提出来的这些话 那最近有声 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今天刚跟大家聊了一个新闻啊 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 新能源领域啊 美国要开放给中国的原材料补贴了 对不对 也就是给中国的新能源电池厂商 原材料生产商 这个补贴 美国的补贴要发下去了 美国怎么了 怎么出现这种新闻了 对不对 有些同学会说啊 在中国在这一块 新能源这一块领域啊 那确实啊 这个这个优势太大 全产业链的优势啊 你老五爷也讲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来 出来这种新闻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 中欧要走在一起啊 中法要走在一起啊 美国人在玩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啊 美国就被边缘化了呀 所以说美国必须 必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赶紧把这个消息放出来呀 他当然也能够影响中法啊 中法两国的一些交往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但是的话啊 美国要拿着自己啊 美国人的纳税人的钱 要补贴中国的企业了 美国的民主党通共了 你知道吗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啊 现在中法交往 给中法两国带来的一些利益 不过呢 咱们可以从美联社的这个报道 看到什么呢 看到马克龙对于贸易保护主义 不开心 他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还是合作 那大家就可以想想 在这个世界当中啊 中美这两个国家 谁在那主张啊 这个市场啊 自由主义啊 对不对 开放市场啊 公平的竞争啊 是谁在主张 中国 你看似马克龙 对不对 把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说 但是说的到底是谁呢 对不对 说的到底是谁呢 那法国未来将要走向何方呢 对不对 谁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啊 马克龙就反对谁 谁在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啊 欧盟和美国嘛 对不对 为什么你风大来的 现在啊 面对法国人施加的压力啊 马克龙都快 都快公开出来说了啊 法国 我马克龙要把你风大来的赶走 就差一步公开公开讲这个话 为什么呀 对不对 法国需要的是什么 欧洲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需要的是技术 需要的是发展 因为一场战争导致欧洲的经济停止不前 对不对 欧洲人 欧洲老百姓不吃饭 天天玩意识形态对抗啊 俄罗斯好坏坏 中国好坏坏 这个欧洲人的经济就能发展了 如果说靠着骂俄国人骂中国人 欧洲的经济能发展没多大的问题 也结果啊 转眼看去美国 美国那边 只补贴在我美国生产的新能源的汽车 关于芯片制造业 我美国要在2030年之前成为芯片制造业的第一大国 哪怕是欧洲的啊 这个美国的小老弟荷兰 荷兰的阿斯曼 要少赚钱 美国都拦着 你不能够赚中国的钱 阿斯曼都疯了 我要搬家去法国 我不要在荷兰在那待着了 美国人还得在那施压 对不对呀 你说马克龙骂谁呢 所以说中法关系的未来 非常的一个清楚了 那接下来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美联社啊 然后就提到了欧盟的主席 冯德莱恩啊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啊 我真的是啊 觉得冯德莱恩好可怜 就前几年大概 三四四年前吧 四年前我记得没错的话 大概是四年前 中欧领导人峰会 当时啊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与冯德莱恩啊 举行了一场会谈 当时啊 谈得非常的不开心啊 中国这边就向欧盟提了一个要求啊 其实归根结底就三个字 自主性 对不对 你欧洲欧洲 你欧盟要有自主性啊 对不对 结果呢 就这三个字啊 导致啊 双方的不欢而散 欧洲人欧盟啊 冯德莱恩回去之后啊 欧盟的这个外交的代表 伯雷利啊 就面对记者啊 就评价了一下 这次的啊 欧盟的峰会 中欧的峰会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伯雷利称啊 这是一个 聋子和哑巴 啊 之间的一场对话 也就是啊 鸡同鸭讲 互相讲的 互相听不懂 说不明白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不欢而散的一个结果 那个时候 你欧盟还有资格 单独与中国人面对面 你现在冯德莱恩还值几个钱 哪怕是法国都要把你 冯德莱恩给赶到一边去啊 对不对 那你一说 就这样的一个 欧盟的一个主席 你说可不可怜 之前前些年 你还值点钱 你现在你 你屁门你都不剩啊 为什么不剩 你没有自主性啊 对不对 佛心来的提醒你了 告诉你 你欧盟要有自主性 你得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你不 你非得玩意识形态对抗 你把自己玩的越来越不值钱 欧盟内部乱七八糟 对不对 法国人也想要发展 法国人都配合你美国 配合你欧盟 玩意识形态对抗 可不可以 可以 对不对 谁养活法国人 对不对 法国的经济受到影响 谁管 你美国管吗 还是你欧洲管 你欧洲 你欧盟凭什么管法国人 对不对 你欧盟还是靠着法国人活 你欧盟靠法国靠德国呀 对不对 你拿了法国德国多少钱 你反过来又让啊 法国德国继续赔钱 这某种角度是可怜 另外一个角度是可恨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方德莱恩啊 讲的这些话呀 说是怪不得啊 马克龙要弄腾 你知道吗 这个方德莱恩说啊 这个欧盟和中国啊 希望保持良好的关系啊 然后我们啊 拥有密切的欧中经济关系啊 这个方德莱恩还提到啊 这个中欧之间一天的 这个贸易量啊 大概27亿美元 咱们就简单的算一算啊 这个一百天那两千七百亿美元 哪怕按三百天来算 这一年下来将近一万亿啊 一万亿啊 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量啊 你欧盟你也知道 但是你听啊 这个方德莱恩继续说啊 但是啊 这一点关系啊 也遇到了这个挑战啊 比如说啊 这个国家主导的产能过剩啊 不公平的市场啊 准入和过分依赖 所导致的挑战 对不对 一边说中欧的贸易量非常的大 一天就是27个亿美元 对不对 另外一边说啊 这过分的依赖 与你之间的经济关系 那你到底要如何 降于依赖是吗 你别赚这个钱了 那到底赚不赚呢 马克龙在旁边看着呢 又提到了美国人啊 所讲的什么产能过剩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你提美国人 你再看一看美国人现在在干嘛 对不对 给中国的啊 这个电池企业开放补贴了 对不对 哪怕是啊 这个韩国人生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他使用的电池的原材料 那也是来自于中国呀 你补贴给韩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 其实也就是间接的补贴了 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呀 那你美国都在这么去干 你欧洲人现在怎么着啊 欧盟要冲在第一线 你欧盟冲在第一线 你欧盟是个国家吗 你是基于法国 德国这些国家才有的你欧盟啊 那法国德国要赔钱 所以说大家就慢慢去看 为什么弗奈莱恩越来越招人闲 越来越讨人厌呢 弗奈莱恩讲完这些话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一个重要啊 然后的话 接下来就提到了 这个马克龙啊 要星期一啊 这个与习近平啊 举办这个峰会之后呢 然后举办了这个国宴 举办国宴呢 星期二啊 要陪伴习近平 前往马克龙的第二步乡 然后在这个比利牛斯山啊参观 然后呢 这是马克龙儿时最喜欢的去处 而此次陪伴习近平故地重游 他就是希望两人能够有一天的时间 避开美光灯和公众的视野 而进行一些推心致富的对话 法国人要单独面对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 你欧盟的代表 对不对 你跟个监军一样 你也陪着在那坐 对不对 你做完之后啊 我们也该讲的都讲完了 然后你欧盟也让你说了点 美国人的那点鸟话 对不对 讲完这些鸟话 你一边待着去 我马克龙接下来陪着习近平 我们要去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要推心致富的啊 谈谈话了 那到底要谈什么 这就是啊 这就是要大家看到中法 接下来要谈那些重点啊 然后马克龙啊 然后提到啊 这次中法欧峰会啊 马克龙讲话啊 提到啊 这个我法国要跟中国谈什么 谈什么呢 要谈这个贸易 以及如何确保公平竞争的问题 然后再讨论乌克兰和中东正在进行的战争 这一句话就重点了 这句话叫什么 倒反天罡啊 同学们 大家一定得关注到 法国人要跟中国人谈的这几个问题 倒反天罡了 为什么 法国要跟中国谈 俄乌 这个没问题 因为俄乌战争发生在欧洲 那法国要跟中国谈 中东 对不对 中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谁的问题 一直以来都是美国 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啊 一直以来 中东地区那是美国的进卵呢 美国想在中东地区 想打谁就打谁 想干谁就干谁啊 说拉谁是自己的盟友 谁就不敢说个不字啊 对不对 中东地区一直都是美国的势力氛围 结果走到今天 法国人要跟中国人谈中东问题 中东是派兵了还是怎么着啊 法国人是派兵了是怎么着 都没有 你法国人谈俄乌没多大的问题 但中东怎么 怎么就怪怪的呢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一股 道反天罡的一个味道啊 为什么中法要在一起谈 这个中东问题 其实归根界底 也是因为美国人的实力不济啊 你美国人实力完还去掉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的转折点 靠着你美国解决不了中东的问题啊 你美国还让你 还让你自己陪着这个以色列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对立面 联合国的投票 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投票 都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呢 你美国现在陪着以色列人当那个坏蛋 当那个反派角色呀 对不对 而且呢 美国当然不甘心啊 不甘心当这个反派角色 美国最近推动的啊 这个加沙的和谈 推动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推动到以色列人疯了 对不对 无论是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都要打 对不对 我就继续打 你说指望着你美国人解决什么问题 能解决什么问题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这一次在加沙的和谈 主办方啊 卡塔尔啊 埃及啊 对不对 应该是由科威特 其实啊 包含以色列吧 包含巴勒斯坦 其实大家慢慢观察 其实这些国家跟美国的关系不错 对不对 里面又没有伊朗 对不对 也没有啊 也没有中国 也更没有俄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啊 这些国家都不在 都是啊 你跟你美国关系不错的 好像大家抱在一起 要对着啊 巴勒斯坦进行施压 那你你组了这样的一个局 组到最后 组的以色列人变得非常的不理性啊 以色列人跟疯了一样 弹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要打 那你说你美国人无补无能啊 美国人为何如此的无能 其实答案也非常的简单嘛 以色列人拿着你美国人的武器 也打兵仗 连哈马斯都快干不过了 那你说以色列人对对美国的依赖 是增强的还是降低呢 对不对 你美国靠着你美国 想要压制一下伊朗 伊朗不仅没能压制得住 伊朗还把你吓得不轻 对不对 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靠着美国 中东的乱局 就会一直乱下去 靠着美国 没人听美国的 沙特听美国人的吗 沙特现在玩美国还差不多 对伊朗听美国的吗 那更加的开玩笑 别说是伊朗了 你们都互算武装 买你美国的账吗 跟你美国打的有来有回的 丢不丢脸的 你美国 对不对 你美国自己啊 小老弟亲自养出来的 以色列这个国家 听你美国的吗 你美国不成事了 法国人跟中国人来谈 中东的问题 法国人如果支持 完全支持中国的观点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大家想想得有多有意思 对不对 然后你有三个啊 有三个国家了 都在中俄法站在一起 美国和英国 你们怎么办 英国你自己掀量掀量 要不要还站那头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所主张的两国方案要落实 巴勒斯坦要建国 如果法国人 欧洲人支持了 大家看一看这个世界 欧洲人支持啊 两国方案 这个巴勒斯坦要建国 拉美更不要提 你看看哥伦比亚 跟以色列宣布淡交 对不对 这个东南亚 那更不要提啊 前一段时间 无论是啊 这个马来西亚呀 还是印尼啊 都爆发过反对以色列的游行 对不对 然后东南亚这些国家 同样也是也是支持 然后呢 非洲那不要提 这个世界还有谁 站在你美国的旁边 日本韩国呢 东亚 日本韩国这一次啊 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投票 占到了中俄的一头啊 只有你美国一家 在那一票否决权呢 你就看一个 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 如果法国战过了 不仅中东能得到和平 巴勒斯坦人民能建国 你美国要出大问题啊 为什么跟大家讲 法国人马克龙主动 主动说出来 要跟中国谈中东问题 倒反天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更何况中东地区 刚才跟大家讲了 一直以来 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啊 而且呢 从马克龙讲出中东问题 大家不要以为啊 这个法国人良心发现了 想要带来和平 想要给巴勒斯 巴勒斯坦人 然后一线的生机啊 大家不要以为啊 这个 其他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啊 充满了良心啊 没有人有良心 大家看的是利益 为什么 中东问题为什么重要 法国人为什么要跟着中国走 美国人不成事 中国的这个观点在实现 法国人如果跟中国人走在一起 大家知道带来的是什么 那也就是法国人占据了中欧海上贸易的重要的一些环节 这一点法国人看重 中国人当然也看重 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世界乱的点 全是中欧海上贸易 然后关键的点 台湾问题 对不对 台湾问题 南海 然后的话 再加上红海 再加上 对不对 这个以色列 这些点 全是中欧海上贸易 然后海上航运 最关键的点 为什么 还是再跟大家回顾一遍啊 中欧海上贸易 关键的点 从日本韩国 一路向南 过台湾海峡 对不对 台湾海峡 过台湾海峡 再向南 到南海 穿越马六甲海峡 南海 对不对 马六甲海峡 一路向西 过红海 对不对 然后再走到这个苏伊士运河 出啊 出苏伊士运河 到地中海 中欧海上贸易完成 你看看 现在这个世界上乱的一些点 南海问题 台海问题 对不对 还有中东 红海问题 全是中欧海上贸易 关键点 原来这些点 全是美国人掌控的点 台湾 对不对 台湾 无论是从老蒋 还是到民进党时期 基本上都是 美国人的看门狗 为什么叫看门狗 看住了台湾海峡 也就看住了 这个啊 算是亚欧贸易 海上贸易的一个 一个出口 无论是对于啊 韩国 日本 还是对于中国 都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可是台湾海峡 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中国的海警 把台湾的海巡赶到一边去 中国的海警 收回了台湾海峡的指法权 对不对 台湾海峡发生变化了吧 南海 南海 菲律宾正在折腾 对不对 但是 这个马六甲海峡 无论是马来西亚 还是新加坡 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美国还成事吗 对不对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正在向谁走近 大家慢慢去观察就行了 然后再到这个红海 那就不要说 也没互在武装嘛 然后这个苏伊树印河 旁边就是埃及 以色列也就是中东的啊 这些问题的关键的一些节点嘛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如果法国在中东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中欧的贸易 海上的贸易 那真的是哦 这一块要把美国人挤得远远的呀 因为你美国不成事了嘛 你美国成事 法国人找着你美国人谈 结果现在你美国不成事了 法国人当然来找中国来谈的 对不对 而且呢 大家也都知道 无论是啊这个这个阿拉伯地区 对不对 产油国与欧洲啊 之间的关系啊 这些点也都是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然后还有真正的大头的中国啊 包含日本韩国吧 东亚与欧洲之间的贸易 这个都是重点啊 对于欧洲的经济能产来 产生极大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说美国现在正在渐渐的丧失 控制亚欧贸易的一个能力啊 所以说你说马克龙为什么谈这些 为什么马克龙需要一天的时间 要跟啊 要要陪着习近平回到马克龙的第二步乡 大家要敞开的心心扉啊 好好的来谈一谈 谈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这是是啊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现在是历史的转折点 为什么 大家把这些东西看清楚 大家也就知道 中欧的未来的一个走向 美国的媒体美联社 他哪怕他有点酸溜溜的 他报道出来的这些新闻 他其实也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方向啊 对不对 俄问题 俄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啊 更加能够让大家看到 美国人那股子酸溜溜的劲啊 美联社还引用了一些所谓的专家评价了一下啊 这个法国与中国要谈俄问题 你就能够感觉到美国人那个尴尬 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国人如果有能力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现在就剩下说两句真的是小酸话啊 然后呢 这个美联社啊 引用啊 这个一位啊 这个这个专家啊 称啊 这个法国希望啊 中国能够帮忙啊 向这个俄罗斯施压解决俄国的冲突吗 但是啊 他是这个这个专家称啊 这样有点啊 自相矛盾 为什么呢 一方面向这个俄罗斯施压 一方面希望啊 这个这个中国不要啊 给这个俄罗斯啊 提供武器上的帮助 对 那中国如果不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那中国还怎么样成为这个普京的好朋友 向俄罗斯施压呢 哎呀 有点冲突啊 中国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你美国人好好动脑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那你美国有什么好办法 就是啊 乌克兰必胜 乌克兰必胜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吧 咱们从美联社的视角可以看到 美国人眼中的中法欧的那个未来了吧 那未来啊 这一次 这一次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欧洲之行 还有什么重大的新闻 咱们再慢慢的来看 但是整体的趋势已经定下来了 美国人怎么办呢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来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